白羊座的運勢是非常之簡單的 伴隨著這個新月在射手座發生的 然後整個農曆11月 其實你們那些訊息 塔羅一說 然後我一看回星象就行了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因為其實今次那個新月圖 那個新月圖是很簡單的 然後那個日月合上都沒有其他 即是沒有其他東西是跟它成相位的 所以基本上是廢廢的了 但是很特別的就是發生著天蠍的火星 正在對沖著金牛座的天王星 還在逆行著 然後火星在天蠍叫入廟 是一個很強的能量 然後天王星在金牛座是一個很弱的位置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不知道是叫失勢還是叫落陷 但是因為我講開英文的 總之就是叫Fall F-A-L-L 然後是一個很大的 contrast 然後吸效呢 火星其實是你的公主星 不是公主皇子的公主 是 不要那麼浪漫 是守護星的意思 所以其實是發生什麼事呢 你在這個農曆11月 你是要牽涉在別人的一些財務 債務 金錢的糾紛 或者不要那麼恐怖要走去糾紛 但是你會牽涉在這個漩渦其中的 可能你要做一些和事佬 你要做一些中間人 你要做擔保人 甚至是 但是 講一句古老的智慧 那就是 不做中、不做寶、不做沒人三代好 那大家去探討這個提示 就算我們未必馬上講到這些錢 借錢等等 但是在你的工作環境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工作 我們工作是為了賺錢的 但是當然有小部分人 可能是為了實現他的理想 去得到一些職業的滿意 但是其實 我想對 絕大部分的正常人來說 其實最大的滿意就是為了賺錢的 OK 所以在你的工作環境 你都會去介入一些同事之間的一些問題 所以 總之自己是做得好好的 但是 但凡去工作有錢 你就會牽涉到一些三角關係 但是 總之 你是去做一個幫忙的動作 但是總之 不要再燒自己那一疊 記住 那個人是獅子座 無論太陽上星 月亮 什麼都好 總之 他是有很強的獅子能量 是的 但是 找開我塔羅 其實都聽過我那個冠頭錄音 當我們有時候去指星座 未必真的 講太陽星座 其實就是講他背後的能量 但是你怎麼會知道別人的星本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有沒有很強的星本能量 就是很強的獅子能量 在他的星盤 對不對 所以充其量 但是 充其量 你可能會知道一個人的生日 對不對 所以 充其量你會知道 如果他的太陽星座是獅子座的話 那你就會找他做貴人 對不對 但是 可能最後出現那個貴人 咦 我當他可能是 不知道 可能是太陽相遇座的 但是 誰知道他的圖片裡面 是有很強的獅子 那你怎麼知道 對不對 但是 如果你是 會去感覺一下 那你就去感覺一下 有沒有一些很 很權威性 好像很霸道 就是 做事是一取定音的 這些權力分子 是可以幫到你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只好靠太陽星座去找 OK 那 吉日就不是特別看到 但是有一個小空日 那 也不是小空日 也不是中空日 那就記住不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就是在12月 12月6日 對 厲害的12月6日 那